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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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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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没有打破六根的局限性 就是说虽然是你有很多境界 但是呢 这不属于镇定 不属于镇定就是 镇定是什么 你进入一个六根 六根已经突破二约对立的时空以后呢 正义正义正义导致的一个定理 就是以佛学的政治界获得的定理 这个叫镇定 你这就属于一种就是 甚深事实习气里面的东西 甚深事实修行 或者甚深事实有些其他因缘导致的境界 这不是一镇定换来的 所以它在这些所有的境界 不管你的领悟有多高 在世俗生活之后都会被击碎 你遇到情感 或者遇到世俗的烦恼的问题的时候 你都会觉得死不上劲 然后心烦气躁 有时候甚至七七六月什么都出来了 就是说用不上 境界很高 知道吗 这个都是因为你的 不是来自于正定导致的 这些东西 境界 因为境界是来自于 生生世世的一些东西 它不是正式修出来的 知道吗 正定正义正义正义 端正心念 因为不管我们境界多少 都来自于七七六月六根的 因为我们是多维的嘛 不是一维 我们很多人只看三维 那么看的六个见维绝之 那你多看几维 或者在境界里边 你的界尾 但是你的界尾就是不出于 不出人力的意识 就是说你始终还是有人力的意识 看那个东西去去理解解脱 去解说你的境界 其实你换一个其他非人力的人 最多的里边参与了佛学的之间 但是如果你是真的是指苍蝇 或者是指蚂蚁 或者是指小狗小猫 或者站在一个其他外太空人 或者是其他角度 一个生命的角度 你的解说完全不要对那些境界 你死死的想把这些境界呢 跟佛学的之间 跟你现实社会不能脱节 你把这些境界往回拉 你不敢要飘出去知道吧 因为你那些境界你觉得 这些境界必须要有一个立足点 让自己觉得这些境界是有道理的 你要努力的在解释这些境界 给他一个定义 对 要给他一个定义 比如说社科不二的 它是空性的 我不能这样子 你用佛学的之间在约束自己 知道吧 我不能这样子 我不能成名 这就叫境界 我不能 其实你没有放下我之间的东西 就像一个小孩子 那个东西是个盘子 假如我在境界里 我都在里边玩了 按人力的角度 我是蹬不进去的 知道吧 那个盘子就像这个红盘子 按人力的角度 你能蹬进去玩吗 但是境界里 我突然跳进去 我在那玩的不亦乐 我不会解释的 我不会拿佛学之间解释这个境界的 我就是在那个盘子里玩了一会 因为 然后如果你问我说 那个盘子飞大飞小 我也飞大飞小 因为我是无效的 他也无效的 我空性他也空小 所以借着那学年 我在里边玩了一会儿 如果我用这种角度来去解释 我在那个盘子里玩了一会儿的话 你就越突不破自我 知道了 这个只能是聊天 写小说 或者是我们在做事的时候 我们俩聊可以这样说 但是情意识里面 你不能那样 在你在玩游戏 在那个盘子里的时候 没有佛学之间 不能有佛学之间 知道吗 你不会不要 负责你突不破人力的我之 知道吧 突破自我 本来我们就是多维的 无习无相的 你不过就是想 就是说 我们最重要进入圆诀 是吧 不管我们那个境界有多高 我就是说 我产品里边 我就都在那个 都在这个杯子里玩了 这就像灭了日班 我在牛角里玩了 我就是借着那学年 是吧 没有解释 不需要 别人问起来 可以这样说 在境界里 不用这样子 尤其 待会儿你跟我 你在跟我聊天嘛 这个也是可以的 没有定论 没有定论 知道吗 每一个境界都没有定论 它就是境界 活在每个境界里 每天 如果你很爱心 你觉得这个很正常 那也是平常性 平常性不是每个人活成一样的 这就叫举个例子 比如一个人在餐厅里面 有的人在餐厅里面 每天就在餐厅里面 正下我在日记里面 很多写的东西 因为我就弄了一点点 发了一点 有人说老师 那就像神话 但我说那就是我的日常生活 那就叫平常性 知道吧 这并不是说我跟你活成 我们都活成一样的 那就叫平常性 不是这样的 因为对我那就平常 知道吧 我就是那样生活的 那我每天睁开眼就是那样生活的 我不说那些 我说啥 我没别的体验吗 我没有其他体验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生活的 你早上睁开眼 是吧 你进了厕所 你看到的跟他看到的不一样 是不是 你洗澡看到的跟他看到的不一样 是吧 你上街看到的跟不一样 但不代表这个好或者不好 是吧 你去评判他好不好 这就不平常 你去给他个定路 这就不平常 如果他真的是 你真的是安住在这样 佛学也罢 或者所有的东西 都没有什么高深的 都没有什么学妙的 你就是那样的 如此而已 而且我们总有一天 大家都是那样的 只是多看几个维度而已 多体验几个维度而已 但是你又死死的把自己 拽回来 拽到了一个人道的直接 跟佛学的直接上 我一直在努力的做正常的人 是的 努力的做个正常的人 但是渴望做一个不正常的 其实 这是要封面的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想做正常的 你知道吗 这才是人性 就是我是举个例子 大家都想 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正常 本来就是头是身上放光的 只是自己不知道 但我们想回到那个 放光的状态 其实刚刚不管是怎么 正常的人是什么样子 告诉我 是吧 谁也不想碍于现状 是吧 你看每个人都觉得自己 活得不够好 如果你真的是碍于现状 每个人都会很安心 都觉得当下我是最美的 最完美的 我现在活得已经够好了 是吧 父母把我生到这个世界上 我就够好了 我可以好好活着 吃饱 吃一餐饭 喝一杯水 我就觉得ok了 是吧 有什么不满足的 是吧 今天中午没饭吃 没饭吃 没饭吃不就是饿一些吗 也挺好啊 就完了嘛 生活有那么复杂嘛 嗯 然后碰到个伴儿 就谈恋爱 或者碰到个什么 传续接待的去生 都很正常啊 如果没有就算了呗 是吧 其实没什么 就是大家都觉得 想不正常 想活成不正常的 所以对当下也计 都不满足 都觉得不够精彩 日子不够 日子过得太平 太乏味 日子过得太没去 太乏味 而且身边也全是乏味的人 我们是应该刚强 还是柔弱 我们有应该就 就会乏味 你应该 应该刚强 还是柔弱 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 是啥就是啥 是吧 我是个草 我就是草 至于说柔弱 还是我是柔弱的 刚强的 看人类的电影咯 草生生不息 从来充分吹有神 你说是刚强 还是柔弱 但是他一脚就能裁面 他不知道他是刚强的 还是柔弱的 我们是什么 就做什么 就那样子 如如不动 就说如果我们 有镇定的话 有定力的话 如如不动 按住在 按住在哪里了 不一定在人道 不一定是人道 人道 因为我们人道 其实人道只是看得 有局限性嘛 有局限性 我们在三维嘛 但是稍稍我们修正 随着镇定 我们的境界就扩充到四维五维 我们体约就完全不同了 因为人力是有这种能力的 他的体验会随着 不断的随着定而正强 没什么 就是这样 我觉得你 你这些东西 其实你不需要我的说 说什么 只是你有些东西你知道 见地也你知道 说多了 你反而觉得 这没掐着要害 怎么说呢 有什么可解释呢 有什么可说的呢 知见你都懂 这是没正德 没正德佛的境界 没有回到如来的境界 他敢那么嚣张的喊出 愚蠢的人来 帮死我 是 是的 觉得当人就是 为什么当个人呢 是的 这就是 登地菩萨还有 当他独醒的时候 他会觉得 众生还在无名之中 这不圆满 知道吧 没有破根本无名 知道 这就是佛学的之间 佛学之间 当你 当你认为你是清醒的 当你醒来 你在正定里边 你清醒了 你觉得你已经 破旧我这个法子 你清醒出来 你看见 诸世如果还在无名之中 你知道 这不叫佛 这没有圆证 知道吧 你的根本无名未尽 不在本觉本明里面 佛也就是 都是佛 没有众生可明 那佛是什么不知道 没有圆证 功德不圆满 如果我 你要是听我的 两点 一个 去了解 什么叫平常性 去了解这一点 去自己去思考 平常性 不是活成普通人的样子 也不是活成特别的样子 没有什么特别的普通的样子 你会突破这个众生 跟你的界限 突破自己 是什么样的这个界限 你会觉得众生 都是千奇百怪的 众生都是无常的 跟你没什么区别 这样就不会把自己 放在一个 独一无二的位置上 这是平常性 第二呢 正定 求正定 正圣正义正义 去正定 我到现在都搞定了 正定该怎么弄 偏其人力的常见 去成欲啊 常见啊 这些去如如不动 安住在 正圣正义正义 安住在这 要爱佛的六度啊 只要六度外省去修 嗯 嗯 因为毕竟我们有附近母学啊 我们有人力的喜气和欲望 嗯 你还有附近母学未转嘛 嗯 你里边三个制作 一个你的 一个父亲的 一个母亲的 嗯 你会受他们影响的知道吧 嗯 这个都需要转化 对啊 彻底彻底转了以后 他就会 就是以中道指导自己 不断的修正 嗯 就是正定 修订的时候 先修订的时候 什么也不要看 境界什么些放下 嗯 但境界没什么坏事 也不散境界 都挺好的 准备 因为这些境界都让你 华言经可以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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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世界乱搞不出来 那里面老是错一字 尤其是定了个华言 华言技术 我觉得目前 会让你 更乱 更乱 知道吧 目前你看这俩部就会让你更乱 但是也可能也有收获吧 毕竟是佛教的 那我看 什么都不看不见 看法华经吧 好吧 你以为法华经很简单 法华经不简单 你如果真的知道那些技术 你一句句念 要真的看都真的不简单 真的是重金之手啊 在法华经全是故事 嗯 你就是太简单了 对 法华经是最好读的 但是最难理解 如果你一大堆境界 你看华言 你觉得自己想个大博士 还一大堆境界 你更回不来 知道吗 明天说不要看是不看重 明天就算你变成所有哭 你都有什么呢 在如来那连个手掌心都蹦不出去 那是 是吧 为什么会差那么多呢 如来都没有神通 人家实在没办法了 伸开个手掌 说你要不就在我手掌心蹦吧 你要蹦出去算你厉害 说过七十二遍 竟然蹦不出如来的一个手掌心 这真的是 因为如来都没有什么法力啊 啥也没用啊 你说随时拿个啥子 只能说把手掌伸出来 你就蹦吧 你知道这种鄙视有意义吗 那顺客就应战了 我就蹦你的手掌心 我其实要一般的就不应战 你这不小瞧我吗 我七十二遍 我一个更同的镜头 我蹦那么远 你竟然让我蹦你手掌心 你这不小瞧我吗 藐视我 藐视我接着 他手掌伸了吗 可爱也就可爱在这一点上 手掌伸 他就不加思考 你蹦 我就能蹦出去 你不是如来挺厉害吗 说明他心中对如来 还是觉得如来挺厉害 这个手掌还是有血迹的 不是个普通的手掌心 他心里还是对他有点 可能他在手掌里面 做个什么法术 因为他说 肯定他会变大变小的 因为他在变 他不停的 他有七十二遍 他在变的话 他不知道如来不变 他不懂不变的道理 所以他认为如来肯定 那个手掌心 会变来变去 变来变去 这样他就对峙 如来说你就蹦吧 你试试 你在无常之中的时候 不堪一击 你再变 所以手掌变来变去 变来变去 动静 一会儿动 一会儿静 一会儿高 一会儿低 不断的在 只要他在意识层面 知道吧 在境界里折腾 如来的手掌是不动的 没有动静而下 所以他就出不去 知道吧 我们说个人的时候 如来的手掌是他的本心 是孙昆的心啊 他碰不出自己的心啊 他考虑动 他也是拿心考虑的 他考虑静 也是 他只要起心动念 这就像海里的浪花样 那个浪花是出不了大海的 所以孙昆出不了他的掌型 就是那样子 出不了我们的本心啊 因为这个如来的手掌不在外在 其实在我们自己这儿 自己的本心啊 我们的本心是空性啊 你出不了自己的本心 跟如来其实没关系 因为如来是无我的嘛 他是利用你的 他不是 他无我 他跟你比上 你永远是被困在自己那儿了 就是困在自己的心里 我们真的是 就算高到多少 九天来月 知道吧 也没用 你有个高低之风 你有个够近之风 你有个善恶之风 就完了 是啊 所以镇定就是没有 镇定就是没有这两个东西 一个是不分别 第二个是不生法相 两个步骤 不分别 这个比较好理解 对 你说我不分别这是来的 或者说 中到时没有来 或者这是 但是你一眼看过去 这是来的 这还生法相嘛 你说是本能吧 这叫本能是吧 本能没铺 你不是四大结果六根的空吗 怎么会有本能这回事呢 说明六根没正德嘛 本能还影响你 那本能铺了才叫镇定 哦 你的六根还在影响你 就算你有天也会也 卡也还在影响你啊 那都是错觉啊 无名妄动 妄知妄觉 错觉啊 还在根本无名里边嘛 嗯 这个能够 嗯 这个知道 嗯 你这件事已经懂得很多了 你这件事 这是我们要不要那些东西 嗯 要有时候需要走好长时间的弯路 弯路有时候是需要的 嗯 我们在境界里玩好久 控制不住 知道了 看着境界就玩进去了 你说是本能 我没有啊 我本能的啊 是吧 我本能反应啊 我没有啊 我看见那个来的 我就认了我 我又不是想认 嗯 随着你的定力增强 你就知道你真的是想玩 你真的在玩 嗯 真的是不直接玩这些球 我已经知道这些想玩了 但是控制不了 嗯 但是这样 这样没啥用 知道吧 没啥用 走会死的 离死离死 很快结束了 就可惜了 这一辈子 也没啥也不走无所得 嗯 一个维度都是幻境 每个维度都是 回不到本觉本明的状态 每个维度都是幻境 总想知道在啥 我们坐在这儿 本觉本明在这儿 但我们总想觉得的是啥 总想觉得啥 你就不能不觉吗 你就不能觉没有可觉的吗 你就不能觉没有能觉的吗 总想有个能觉的 总想知道点啥 总想变成一个 就是能觉的 能觉够所觉嘛 总要知道点啥 总要学点啥 否则觉得自己没用嘛 嗯 否则怎么优秀呢 嗯 是的 但是本觉本明一直在这儿 所以不能进入原觉 本觉本明在这儿 没有能觉没有所觉 这是佛的境界啊 没有能觉的没有所觉的 没有办法接空 哪有能觉的所觉 哪有能觉的所觉 所有的境界都在这儿 但是没有能觉的我 没有能觉的 嗯 对吧 不是每时每刻都要齐动 慧爷 法爷 佛爷 这样看事情了 嗯 没事了就像海纳落回了大海 平静无为啊 有事了 启用啊 你才能空啊 嗯 你有法爷 你有事了 你有法爷 佛爷 你这慧爷 什么都可以用啊 你看跟哪个维度打交道 天人来了你就有天爷 人地在这儿你就有肉也 就不需要乱动 而且你有众生相 没破镜啊 金刚经最近嘛 对啊 本身相嘛 是吧 我就说这更不文明未经了 是吧 你还有一个愚蠢的 世界 我先 说这次是愚蠢的 而且你受不了愚蠢的交流 你跟愚蠢的交流 你跟愚蠢的交流 我觉得 这就是个问题了 嗯 是 可以不交流 但是心中没有愚蠢的聪明 这种知见 但是你可以不跟这个世界 很多东西交流 你可以不跟踏跃交流 不跟狗交流 不跟毛交流 不跟蜘蛛交流 因为听不懂 你说 这就是说你四季人 不跟三季人交流 听不懂 下厨不可与兵 你可能也不交流 知道吧 但是你心中没有愚蠢二致 心中可以没有 但是平等心怎么生起来 没有愚蠢 我不觉得你愚蠢 但是我怎么就是看你不如我 是吧 举个例子嘛 平等心生出来你才能啊 不是有愚蠢 我说我没有了 我看见他们都挺聪明的 这就行了 不是这样 这还是头脑的把戏 平等心 如如不动 众生平等 你知道众生平等在哪里吗 众生平等 不是他的学识 也不是他本性是一样的 不是你那边 你安住在空性里边 你无我的时候众生都平等 这是正量知道吧 我们现在说众生不平等说 哎呀他是博士 他是大学 他没上过学 他是什么 他是什么这样子 以三教九流这样分嘛 所以怎么能平等呢 在人性上是平等 他说都是人 哎这个呢 大家说哎 平等平等都人 他说他是个 有病的他没病的 或者是他是全国短腿的 他没他不缺 这个也不平等啊 你知道熟的这一切 来自于我们的见闻觉知吗 来自于你的见闻觉知吗 你的一而鼻舌是一在 但是你的六根是个假象 在骗你 你看到了不平等的假象 理路上知道 所以没正的 但是本能反应才是一 如果你这个不平等性生不起来 你就在人世界生活的不快乐 那你跟一帮愚蠢的人在一起 怎么快乐告诉我 那憋屈嘛 是吧 我憋屈吧 是吧 那是 所以你要想得大自在 你就得平等性 就得修定 修正定 就这么简单 平等性平常性 继续 其他的不平 修正定吧 修正定才能自在 否则挺累的 否则你只能活在境界里了 出来又觉得太世俗 这世界怎么这么俗呢 在境界里又觉得离得太远了 这太离谱了吧 是吧 佛的之间还没死没死了 还冒出来 觉得哎呀 我不能找这边的像 也不能找这边的像 我单独在中间吧 往哪儿按住 中间也没有片刻按您 到底怎么办呢 到底怎么办 这三个 平等 平等不详 想都不详 慢慢习惯就不习惯 这生活没什么 点灯 转发 简直到 转发 tact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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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